I've chosen your candidate, and we love seeing you. Thank you. It's pretty. 疫情社交媒体,报喜,不报忧 5月其实是满满焦虑的一个月 最难过的时候大概是在心情低落的那天 摔坏了一瓶黑胡椒 感觉是我好多年来第一次发脾气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生活本来就已经很难 怎么可以连一瓶黑胡椒还要给你添麻烦 以前总向往 你有属于自己的地方 自己住了9个月后才发现 我喜欢的是陪伴和自己的空间 独序带给我的收获 大概是治愈了社恐 就差被孤独逼成了社牛吧 所以临时决定搬了个家 就来溜辣回中了半年的家 习惯了每年一放假就回国 只是今年要回国比较复杂 想去美国很久了 一直约不到人一起 那择日不如撞日 刚好新家家具还没到 搬家当天顺手订了后一天飞纽约的机票 我还没有来得及整理 但是我现在要去机场 想象我的心理还是比较简单的 毕竟没有在安全港里长大 总是容易把事情想得很极端 世界好像飞黑即白 像是recruiter推后了一天给我发邮件 下一秒就觉得自己可能要露宿街头了 多年积累的不安和焦虑 顺便带走的是爱人和活在当下的能力 如果我都没有信心 明天会在哪 有什么权利 许什么承诺 又有什么资格 停下来看风景 好多没有勇气面对的问题 但我在逃避中 变成了工作光 收获大概是 终于可以养得起自己了 记得去年大概这个时候 我一如既往 清晨八点来到一家咖啡厅 点完咖啡拿出电脑 忽然发现 没有什么要做的 抬头看看周围 才觉得这几年错过了太多 想象了那么久的理想的生活 却从来没有意识到 眼下的也是生活 最近看了一本书说 有安全感的孩子 长大的注意力 都是在探索这个世界 而没有安全感的孩子 一辈子在想着 如何逃避危险 自尚跟我说 安全地带是可以自己建立的 让我想象回到过去 和自己说 我理解你现在 很无助 这不怪你 未来的你 会过得很好 就让我想起那句 信任的人 一生被童年治愈 不幸的人 一辈子都在治愈童年 很多很多年前 我是个自卑和自负 觉得自己的童年 很黑暗的人 后来我遇到了 好多好多好善良的人 找我重新看这个世界 原来黑白之间 还有好多其他的颜色 其实我想了很久 是不是要把这个视频 剪成那种同音风 像是生活都是轰轰烈别 满满highlights 毕竟如果可以 我也只想记得那些快乐的瞬间 超市 失色 我开始Vlog也是发现 生活太快 好多美好不记下来就 不记得了 但写都写了 就发吧 想那么多干嘛 感受到下面有多很多的区别 这个车局